两个黄种人居然生了一个蓝色眼睛的孩子 可是一个黄种人的眼睛怎么会是蓝色的呢 村民们说这个拥有蓝色眼睛的孩子名叫涛涛 他的眼睛会给人一种看不见的错觉 涛涛的眼睛呈现出蓝色 瞳孔是深蓝色 眼球外圈呈现出一圈细细碎碎的花纹纹理 这跟母亲朱润灰的眼睛完全不一样 也不同于其他人的颜色 朱润灰说 儿子涛涛的眼睛虽说是蓝色 但每天根据时间的不同 早中晚呈现出来的颜色程度是不一样的 并且随着阳光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变化 可在涛涛父系和母系两方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肯定是别人说过她那个眼睛跟别人不一样吧 她就跟我说过两次 她说说自己的眼睛不好 她说要这样要挖点一样 我说不能这样 你的眼睛好漂亮 我跟她说 尽管这双蓝色的眼睛非常漂亮和独特 但对涛涛而言 她并不喜欢 对于涛涛以及家人而言 这双蓝色的眼睛带给了她们困扰 每次出门在外 陌生人一个异样的眼光 一句随口的话 都会让朱润灰心里如针刺般不舒服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蓝色的眼睛对于涛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 而更加让涛涛的父母担心的 还有她的听力问题 涛涛从小就无法听见外面的声音 这些年来 她也一直在做听力康复训练 但是效果并不好 至今也只学会了爸爸妈妈的两个词 在涛涛两岁的时候 杨如良夫妻曾带涛涛去医院检查眼睛 医生当时的说法是基因异变 除此之外并未说太多 都是说那个听力不怎么好吗 只是说那个听力好差劲的 我就跟那个教授 我说这个听力要没有办法 他说你要打一个住听器 我说住听器要多少 他说要得十几万 最低的也要六千 涛涛半岁的时候 确诊为神经性耳聋 当时涛涛的父亲 每天赚二十块 从未进过医院的夫妻俩 揣着一千块钱 想着无论是什么病 总够治好 却没想到 一个最便宜的住听器 都要六千块 从两岁开始 涛涛开始了漫长的康复治疗 说那个眼睛跟我们不一样 说什么蓝眼睛啊 说什么跟猫的眼睛啊 还是有人说那样的话 那些小孩子就叫我儿子 就说戏牙巴戏牙巴那人叫我 朱润辉记不清有多少次 躲在家里偷偷哭泣了 他们试图改变 但却始终无能为力 医生说 涛涛的蓝色眼睛 是极为少见的 目前基本判定 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病症 而且涛涛的听力障碍 是由蓝色眼睛引起的 一个综合症的反应 二者之间有着一定联系的 跟别的孩子相比 涛涛的眼底相片差异明显 在国际上 称为瓦登伯格视症后群 而在临床症上的表现 称为红膜异色症 是由于先天性的红膜色素 缺失引发的 而此类人 多数表现为听障 少年白 病美等症状 涛涛虽未表现出少年白 但其余几大症状都有 据医生所说 在医学上 此类病症的群体 目前并没有一个 有效的治疗方式 但好在蓝色的眼睛 对涛涛的视力 并不会产生影响 对于蓝色的眼睛 带来的困扰 朱润辉始终想替儿子解决 美瞳是他也能想到的 唯一办法 可黑色的美瞳 却依旧无法遮住 涛涛的天生蓝眼 涛涛对于外界的声音 十分渴望 而对于改善听力的唯一方法 只有通过植入人工耳窝 可植入人工耳窝的最佳年龄 是在一岁到五岁 如今 涛涛已经八岁了 妈妈朱润辉觉得 哪怕有意思的希望 她都应该去赌一把 毕竟 这关系到涛涛的一生 可爸爸阳如良却 表现出各方面的担忧 涛涛虽然听不见 但她十分聪明 一大早她就开始讨好妈妈 帮妈妈洗鞋子 朱润辉很清楚 涛涛讨好她 是希望她去说服爸爸 给她植入人工耳窝 那你为什么不想去 这一阵我去了两岁前 我尝试不了这个 压力 现在我的生地 我就跟你 我现在这样的生地 以后我怎么能能能能能不能 原来 在涛涛五岁之前 杨如良曾出过两次大的车祸 第一次三根肋骨断裂 第二次颈椎骨折 尽管现在康复了 但杨如良的身体状况 大不如前 下雨阴天 她的腰背酸痛难忍 几乎不能下床 现在一个月也只能挣两千多块钱 而植入人工耳窝的高昂费用 是她所不能承担的 医生说 如果植入人工耳窝 涛涛就能恢复听力 但由于年龄太大 语言功能的恢复 还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恢复 尽管不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 但还是有恢复的可能性 这让妈妈猪人会有些兴奋 而爸爸杨如良 却在一旁面色凝重 人工耳窝的价格在八到三十万不等 而涛涛由于年龄太大 需要植入较为昂贵的人工耳窝 大约需要二十万左右的费用 2014年 针对儿童植入人工耳窝的问题 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根据年龄 医学评估 家庭经济条件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定 可向残联申请救助项目 这让杨如良看到了新的希望 对朱润辉夫妻而言 他们是父母 肩负着孩子的未来 尽管艰难 但他们不想放弃 哪怕一丝的希望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从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 他们不知道声音为何物 但却觉得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他们想知道小鸟是怎么叫的 想知道虫子会不会说话 想听见花开的声音 而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 涛涛都能一一的感受到 愿她的未来春暖花开 我是渣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